關注甚麼時候Fans Meeting 會不會把個招 abonn 還是你會不會再出 但是捨不得我唸怎樣 如果第四個問題還是 我先放了這個Ipad 我先放開我 大家好 這條片的意義 是不是 大家好 這條片我們50萬訂閱 我們的頻道絕對過了 我們已經收集了很多問題 準備了mission和Office給大家 立即就開始了 恭喜50万,Sam就在镜头后面 Moreen也在镜头后面,马上会跟大家介绍 Sam第一个问题是恭喜50万,还有对你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跌到最低谷是由49点几万,去到36万 那我破坏了40万,我都已经是 其实心里面觉得挺好啊 然后50万的意义就更加大了 因为我没收过这个数字 还有以后50万打后,我每一天都是我自己的All Time High 50万之后,整个channel的目标是不是一秒 还是会有其他的方向? 没有其他方向,我没有啊 我只是想向一个方向继续上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公司,叫做不正常研究所 那我们今年其实有很多目标,我们想完成 能不能奔好呢?我怕奔难 OK,给大家看看 能不能奔好呢? 2023年大事回顾 那其中一个大的 我们很希望可以四天内间剪成一条不正常人类 那so far,其实这个我们是定立三月要达到这个目标 其实我们都好像是达到了 就是我们试过一天 我们也试过两天 那希望我们可以离开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去到一个大一点的 真是一个我们的天地的一个studio 可以无论是拍摄,我们玩,我们唱片,我们剪片 各样东西都希望可以是一个属于自己私人的地方去做 因为这里其实暂时都是一个service office 其实一张纸我都放不下了 稍后我们再透露多一点 由第一段片,去到现在的片 哪一段最感动,最有成就感,觉得最成功率 哪一段最感动,我不说求婚那一人好像 能不能嫁给我 最有成就感啊? 成就感啊? 2000年之后 最有成就感是当每一个系列可以成型的时候 今天freestyle其实都挺有成就感的 当时其实是overwhelm到爆 我根本没想到会这样 但隔夜爆了出来的那条片 然后就是可能是旅游系列了 欧遊列国了 那就屎非壮观 真的就无端端生了一个 维持了四五年的一个trend 那之后就是不正常人类 都是一个我觉得很有成功感的一样东西 其实怎么说呢? 我这段片都有它的成就感在里面 因为我真的每一条片都是很用心的 我都跟大家说 每一条片其实都是一定要 是我们自己一样很 proud的作品 但同时间拍完之后 我们就会觉得那条片都是有点不足的 会不会拍回旅游特差? 我很想念这首歌 旅游特差来说呢 我都好像是短期内都很难再拍 还有都不伐啦 YouTube YouTube有很多旅游片 都不是很想我 你还说很想念这首歌 很想念这首歌 我都很想念 现在我给他看 吉他 吉他开始 我真的忘记了 You know you run again You know you run again 但你还会不会再出旅行呢? 但是很怀念 你拍一些旅游特差 如果第四条问题都还是讲旅游片呢 我扔了这个iPad 恭喜明仔赌50万 miss your travel vlog 哇 还有一条 记得你侄女Sophia超级有趣 会不会再出现一下 这个要等到自己的意愿了 可能将来他出来了 他跟叔叔说要做YouTuber 那可能大家就有机会见得回他 Donald Check 恭喜恭喜 请问下有没有定时更新影片的计划 有的 其实我由很多年前在计划 将会考发这件事的了 就是一天一片 我都尝试promise大家 一个星期起码有五条片 我会形容 未来这几个月 是相对于我这十几年的比较中 是最有可能真的可以定时出到影片的 因为现在真的有个组织在 就不再是好像以前那样 我有时间就做了 全靠就是我现在有个剪接师 剪接partner Marin 然后也有Sam Sam我最强的graphic support 那间不中也会有June的出现 就是我们的animation support 有他们的时候就 一些东西可以画得实一点 你见我都少了走数 是不是 我要洗脱了这个走数王的名义 同时想问明仔做YouTuber是full time 又或者是有什么其他主业副业 多谢赏免 我猜八成是做YouTube 另外两成就是 可能会帮其他人会做production 或者做演员 或者是其他的job 你制作一条片要多久呢 一条片大概是分前期 和后期 那前期呢 就是写稿 其实我是需要差不多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去gather 一些source fact check一些年份 有没有什么key highlight的events 前期方面有八九成的工序 其实是一个步骤 我叫做storify 那就是将前期搜集了的一些散修修的资料 我将它转化成一个易入口 引人入性 发泛为简 好看的一个story 大概4至12个钟 试乎有没有时间 我们两个一起合成就用十七八个钟 但是质素是提高了很多的 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 希望大家都是这样觉得 那之后呢 也有阿Sam他帮我手 每一条片他会加一个thumbnail 制作一条不正常人类的片 就是这么久了 另外我们也有一个新的系列 叫你个老装士 那这个就是全盘 都叫做阿Marine 他的后期是完全 我碰都没碰过的 那他是很快手 重Animation 来 给点掌声 还有你知道有一帮观众在后面 在推你呢 那那个原动力又大一点 所以大家快点subscribe 去年还是前年呢 美军设兵嘛 富汗 那接着 Tabby不停问我 关于这件事的东西 那我跟他说 我不是说了很多次 跟你吃饭的时候 你没听过说话 那一刻我才发现 原来他是从来没听过说话 Sorry Bro 他说你不如拍一条片说吧 唉 好啦好啦 其实我这两年 在Straight Up那里就是做这件事 没人看嘛 好啦好啦 做多一次啦 你按insist 因为他很少按insist 他很大的原因 去令到这个系列出生 会不会拍一条 讲阿富汗近代的历史啊 会不会出片讲塔利班 有没有计划 做一条阿富汗局势冷人包 其实很多时候呢 我只要带着一个idea 十五十六的跟Debbie说 那他就加多一句 就会变成是 一百百百百百的 要哭了 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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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湯然性很大程度是因为你 完美主义 哦 是不是有些 是不是 那当然啦 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 純粹你真的很懒 不完美的作品呢 是比一个没有出现过的作品 那你先做了 好 Rainbow Six 好好看 可不可以一周一片 唉 可以的 可以的 3月的时候 我们unlock到4日一片的workflow 那我们unlock了workflow 不代表就立刻執行 哈哈哈哈 我希望5月到6月的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一周一片 Full Time的那天只有两个人 加多些成员 我们的capacity大一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 朝着这个方向走 那这条片又有广告了 又是买自己的广告 那我们其实是 做着一个招募的 不正常研究所呢 暂时大家看到了 不知道怎么拍到这张桌子 总共是有四张桌子的 如果要做到周庚的话呢 是真的要 起码有一阵人成员先 一阵为之四个人 在我们的workflow底下 我们现在请着researcher 哇 话实话 我说了一次之后 我已经收到很多不同的resume 很强 收多几份先 然后我们再一起review 那当我们生成了一阵人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再成下去的了 那一路多一路就可以 周庚 OK 其实最尾呢 我很希望可以一个星期 两条片的 做到 但是要人手 有高手的话 麻烦 过来帮一下我们 我们很需要你 有哥哥 冰仔不如投票问一下我们 重质不重量 继续保持影片质素 慢工出细货 第二 重量 重量 但减少质素 内容不用花考 每星期最少一份 一片 不过分啦 我本人都喜欢你的片 有质素是非常吸引 但会不会有高质拖慢出片的量呢 想想它 好啦 你们就说是吧 究竟重质还是重量好 OK啦 我们过往这两个礼拜算是很好成绩的啦 Ivan Sill 会不会有可能 遲些有空 可以将这些高质片 变成英文版和字幕 真心希望我个足声仔 可以看这些知识 其实我之前呢 国月英的Straight Up Channel 我做了 免得听人配音 我自己录过国语版 我就叫Debbie进来我房 喂 我录了一条片 你听一听 如箱头10秒 它已经 干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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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很大声 然后一直捧着蝟 然后走到出去听到 我还能听到它在这里笑到很大声 哈哈哈哈 我要念念 从此 我要练练我的国语 我要去多一点台北 我要去鲁蛋 出来 什么时候说二战 一战呢 不理由讲二战才说一战 没人拍了一集才拍完半个集 今年来一定有 资讯来源全部都是看书 或者看新闻 听Podcast 或者以前去旅行 有些见闻见识过 那又很难计算 我用了几多个小时 其实题材不难想的 因为它的主族就是历史 历史就是无限的 昨天已经是历史 加上大家 我也是靠大家可以在留言区 说一下你们喜欢看什么影片 什么时候开YouTube会员 就是想支持你Anson 多谢你 你们加入了会员 我又没有额外的东西给到你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开了 我们搞定了量 之后我们再考虑看看 有没有想过做关于香港历史的影片 很期待 喂阿T 其实我由去年的年底 Christmas的时候 我们都有想过拍香港历史片 但是总是中间就是有些事情发生 然后就要放下那样东西 然后又拖拖一下 拖到现在都还没拍 Tenshu Mei 希望有一天可以在Spotify 听到你的视频 上班或下班乘车可以变得更有趣 其实这个也是我去年 一样我觉得我们是很proud of的 一样节目 因为那时候我们是 老海里面是有这个念头想做的 但是没有一个很大的誘因去做 于是突然间的机会来到 我就跟Sam说 喂 我们不如做了好不好 但是呢 由于下一个嘉宾的情况很特别 我们两日后就要拍了 你觉得我们可不可以execute到呢 那之后我们就 哇 拿手不成猜 也找了一对很pro的crew 那就是Media Studio 的一个团队 帮我们设置了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拍完第一集 看回的时候 哇 两天时间 那我那一刻就很相信 其实团队 如果有团队精神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都可以成事 所以那次是一个很大的强心针 现在呢 我们很多时候会做不正常人类呢 都是一个比较宏观的overview 来的嘛 但是其实有很多 比较micro一点的 深入一点 暂时试过 印度啦 譬如我们都跟阿香德里做过 我喜欢的那个format 希望啦 希望有一天Spotify那里可以 正式地可以 正常地连载下去 Mouth Diff 什么时候Fans Meeting 不要啊 我出来我怕大家失望 不是啊 你马来生亚有的 好多谢大家出来啊 非常多谢大家 哇 真是 想不到大家的故事 谢谢大家 会不会做一群不正常人类的港字机 我做了啦 Joshua Wong Ware to buy the T-shirt you are wearing now Congrats on your 500k subs 多谢 Joshua 这件T呢 暂时都是限量的 哈哈哈 会不会迟些有得公开发售 我们其实都有这个计划的 是啊 那我们有东西靠阿Sam 阿Sam设计的 这个算是你人生中的小高峰吗 呃 好笑好笑 哈哈 平时的片看你好中立 呃 我自己看自己就不觉得自己是中立的 因为我都 我尝试去看一件事是用客观的角度去看 那人是 我觉得是可以有立场地客观的 那其实真的 你偏激的一面是什么时候 哈哈哈哈哈哈 偏激我认为有两个层面的 第一个层面就是 你对于一件事的取态去到有多尽头 ok 我对于做一条好片 我对于我看一些计算 对于市场上 或者是分析自己 那我这方面其实都挺偏激的 那但是有些人也都会 define偏激 as他的情绪啊 永远都 啊啊啊啊啊啊啊 Hulk这样 那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一类 其实我很多年前已经没有说 情绪会很波幅 不知为什么 做了大叔之后 是可能老了 老了都可以 没有偏激的 哈哈哈哈 就是那些阿叔那样 你没有打架 我有压力 你有压力 你干什么挑衅我啊 所以我还没有一个很合格的 有没有试过 吵架咯 但我都很少和人吵架 我只是和我老婆吵架 It was at this moment that he knew he fucked up 那但是都很少拗的 因为他好就得我 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就是我觉得有些事 就算是不fair 发生在我身上 我就觉得 that's life 就是如果有一个人很坏的 他对我做了一些很不公平的事 那我的心就是 没有了这个世界上 就是有很多坏人 我想一下如何以后 和他隔绝 如何远离他 我不想把情绪都给他 Kathy 除了YouTuber 你有没有做过其他工作 什么工作 哈哈 YouTuber之前 其实我做过很多份 你刚刚舊称做东西 在多伦多的时候 就帮别交了 做sales 买过保险 买过刀 电视台 冲咖啡 K房 做server 这样 可以讲稿了 加拿大呢 因为有个法例 就是说 有个过了某个钟数 就要收走的 法例上是不准再有酒 serve给客人的 那很多时候呢 去到差不多点半钟的时候 我们就要走入K房 那些人喝到兴高彩烈 醉了整台酒的时候 不好意思 我们要收走了 那你作为客人 你有什么反应 当然是怯的 ok 那有很多次呢 我做的时候就是 我做这个角色 然后对面那些是江湖人士 这样 要收走了 然后冻居一样 收 收 够胆你收 just do it 你叫哪个哪个进来 不是 哪个哪个叫我进来收走 哈哈 我又不知怎样 那出之很多时候 会怎样呢 你就跟他猜 他会不断跟你猜 你想收我这酒嘛 你喝吧 喝光它 赢到他喝不到 那他没有藉口 不让你收走 那这个是 所以在多伦多做这份工 令到我猜得一手ok的妹 Ricky 整天觉得身边 个个都比我 其实怎么可以 先说是一个成功的人 其实不奇怪的 你多厉害 你身边都 一定有人厉害过你 哈哈 我自己去怎么看 什么为之成功呢 成功就是任务之达成 达成到一个任务 你就成功达成了 如果你达成到这个任务 你就失败了 就是这么简单 而已 而什么目标 是你个人去设定的 如果你不设定目标 你理论上是没得成功 也不会失败 哈哈 Tony K 你以前都会拍一些有剧情的短片和做主角 你会不会其实是想做一个演员 那还会不会拍有剧情的片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 想不想做一个演员 我不是最大的 passion 是做演员的 我是想做一个 story teller 就是可能如果在一个剧场上的话 我会想做那个編剧或者导演 其实我心里面一直都很想很想拍的 但是都是回回头我们不够人手 我觉得这个 right 是要 earn 回来的 我要搞得能够不正常人类的 workflow 可以定期真的出到片了 剧情片会是我其中一样 我很想回去认识的东西 Ruby Leung 通常用多久时间看完一本书 看一下几样东西 本书几厚 好不好看 有没有逼切性要尽快看完 那如果集齐所有东西 我最快看完一本书 是我想八个钟 那本书真的不是很厚 我现在看书有几个渠道 我会用kindle 就是看电子书 我也会可能有实体书 但我越来越少了 因为有20位 第三最喜欢的渠道就是audible 我可以用耳听 还有可以教例 1.5倍速去听就可以听得快点 好 Chun Kyu Kou 有没有人生十大Beat看书推介一下 哇 扎时间有个举十本出来 其中一本一定是Sapiens Sapiens Youvonoa Horari Youvonoa Horari 的一本书 智人 叫做 那本书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gateway 如果你认为 看书很深 门栏很高 那这本呢 就是它用最 人性化的storytelling技巧 用最浅的方法去解构一些 入门的深夜 你看完之后呢 你会发现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别 你开始有个framework 可以去理解 然后你就终于有渠道可以进入 去看一些再深一点的书 那你说 真是很general的 我觉得Sapiens 是一本超正的书来的 Thomas Chan 有没有机会去你工作室 到帮忙 当然有机会啦 需要你 但是你的talent是来自哪里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script writer animator 和editor 同事 为什么要拿同事的头 而不拿自己的头去做到处 因为我怕痛 每一次我出片之前 我都会说 我用我同事的头来做 担保我不会走 你同事有办法痛 Sam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偷影同事做事 搞到你很英俊 但是同事就 哈哈哈哈 那没办法 人是自私的 哈哈哈哈 我辨识到市场有很多人 是对于世界有很多的球之肉 但是他未必会有渠道去了解 你如果想了解一个议题 你开本书就可以了 但是现实上就是 很多人都不会 开本书来看 因为很多原因的 太闷了 太长了 那我就觉得 不是要judge 是要 咬住这些不同的问题 一些半脚石 我就去去帮他解决 就是我希望 可以我们的组织 做出来的作品呢 观众是在家 坐着在梳化那里 拆开薯片 然后啊 好懒好懒 看12分钟 他都有东西 你可以代赌落袋的 或者是 明白了一样的之前 不明白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已经是一个 很好的 很好的作品 我们公司就是 尝试就是 每个星期 希望可以做到 一条这样的东西 这间公司呢 我很希望 这个文化就是 一来你们可以拿到 自己最擅长的 最精的那份 和最想做的东西 搬上来 contribute 给个team 可以发挥到你的 会有 创意的空间 我会给很大的自由度 我一个人想不到 那么多 有很多时候 其实是靠你们 两个 帮我去撞一些 新的东西出来 那 同时间 我们制作到一些 好的作品之外 我都希望大家可以 真的有生活 就是你weekend 或者你不会 晚到根本 饭都吃不到 啊 偶尔可能一个星期 有一天是这样 但是不要将 工作的东西 会堆到进去 侵佔了 我们生活上 太多时间 那 我力手的 可以大家享受自己的工作 才会做出好事 那公司的经营模式收入是如何 短期里面呢 都不觉得可以有盈利的 其实我这两三年 我都没有自己口袋里面出 很多东西都是 那 但是 我也都不是盲目的 那 你做得 一个 business 出来 都是要赚钱的 你最后 要不然你怎么去 sustain 你的 business 那我相信 日后是会有一个 这样的 盈利机会的 如果你真的 solve 一些市场很想 solve 的问题的话 你有价值 你才再讨论 有什么盈利的空间 那 可能不是一个很 smart 的 decision 但是 是我想做了这个 先 我想公司可以朝向 做好一些 先 再讲钱 好 多谢各位观众 享受这个channel 这么久 无论你是新观众 可能是13年前 开始支持的 或者是旅游的时候 才加入 即不正常人类 anytime都好 很多谢大家一起 我们走了一段 这样的路 那未来我希望可以很短时间 可以和大家再 celebrate 100万 我相信不用很久 如果你喜欢这条片的话 记得like subscribe 按下旁边的链链 和留言 继续支持我们的channel 希望我们的团队 可以一路grow下去 然后给大家更多好片 好 再见 拜拜 拜拜 有什么想知道 福利 有我亲自为你沖咖啡的 每天 这个service是包的 我每天都沖咖啡给你喝的 你有时候喝到不喝 我不要了